正在中国访问的副首相 南德斯里阿摩扎西 昨天除了在北京和中国总理李强会晤 他晚间走访当地技职教育园区后 也为我国学子捎来好消息 因为中国企业答应将提供 给我国的技职教育名额 从原有的200个大幅增加到超过5000个 阿摩扎西昨天参观北方国际教育集团 在北京大兴的教育园区内 并见证大马全国职业工友会和中方企业集团 签署谅解备忘录 他今早在脸书发文说 截至目前共有200家中国企业统一 赞助大约5000名我国学生 到当地接受技职教育培训 涉及的领域包括电动汽车 新能源车 机器人 互联网 以及人工智能等等 培训期从三个月到三年不等 费用3000万令吉都由中方企业全额赞助 我国则将承担航班和华语基础培训的费用 请不吝点赞助